中华民国护照目前享有167个国家或地区的免签证,落地签证或其他签证便利待遇。 图联合报细资料照片 分享 汤庆男子等10人涉嫌将护照转卖中国编造护照集团,从中牟利新台币数千元,有中国民众到英国持中华民国护照偷渡,案件才曝光。 检方今天将汤庆等10人,依违反护照条例罪嫌喜诉,台湾台中地方检查署起诉书指出,内政部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接获情资,指出有中国民众持中华民国护照,到英国贸用进行偷渡,除中国偷渡客被逮捕。 英国联络官并提供我国遭冒用的护照名单,案件经国境事务大队向台中地检署报告侦办。 检方查出,汤南等10人民国104年到105年间,各自到外交部中部办公室申办护照,在与身份不详的中国编造护照集团成员结洽,相约到咖啡店以新台币5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价格贩售,以供他人冒名取用。 其中图姓男子与赖姓少年,104年12月到外交部中部办公室申办护照后,专卖给不法集团,再到台中市警察局封原分局谎报医师,接驻在申请部发护照,二次转卖给不法集团得力。 图南因担心东窗事发,105年7月15日由到警局谎报护照医师台中地检书检察官审着证人证词,护照申请书,入处境记录查询表等证物,将汤南等10人依违反护照条例罪嫌喜诉,图南与赖姓少年另以伪造文书罪嫌喜诉。